輕鬆一點的消息 要帶您看到的是 南投國使館最近呢 這位駕駛林慧生 怎麼會引發關注 原來他長得真的很像 電影海角7號裡的貌伯 就連說話的口氣也很雷頭 但是他實在不喜歡 人家叫他貌伯 他說呢 本尊都已經62歲了 他今年才46歲 我不是國步 瞧 這真的有夠像 連講話口氣 都和貌伯一模一樣 同時在辦公室裡 都是這樣叫他 有副明星臉本來應該很高興 但是林慧生是很不喜歡 喊貌伯這兩字畫上等號 因為今年他才46歲 貌伯足足比他大了16歲 貌伯 麻煩你幫我做紙袋的蓋章 謝謝 你怎麼會叫他貌伯 我不是貌伯 不過你很像 我不是貌伯 本尊分身比一比 兩個人都是理個小平頭 戴著一副眼鏡 上唇微禿 相似度高達了百分之八十 其實林慧生是南投國使館的司機 除了開車 平常最大的興趣 就是收藏玉石和雕刻 這個東西是漢朝的一個出戈壁 跟以前的龍的話 有很大的演變 長得像貓伯 讓林慧生從小小司機變成辦公室的大紅人 但是這稱號一叫出來 他就馬上老了16歲 中央新聞周大祥南投採訪報導